宇宙中最高的温度和最低的温度是多少呢? 100亿度有多可怕? 人类是否能掌控这种温度? 温度对于生命来说非常重要 它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变化 按照目前全球温室效应的情况来看 平均温度仅仅上升一度 海平面就会上升至淹没一些海岛 大家好,这里是大鱼奇谈 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被称为温度 从微观上看 温度表示的是分子运动的剧烈程度 只有分子的集体热运动才具有统计意义 对于单个分子来说 温度是不具备意义的 地球处于太阳系的宜居带内 这个距离能够使地球接收到的温度 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 这让水资源得以保持液体状 维持生命的运转 我们刚刚说了 分子运动的剧烈程度就是温度 当分子运动为零时 从理论上来讲 就是物体的最低温度 也就是绝对零度 这个温度在零下273.15摄氏度 当物体达到绝对零度的时候 气体的分子运动就会停止 体积会缩小到零 在零下190摄氏度时 空气会变成蓝色的液体 鸡蛋会发出淡淡的荧光 此时的花朵变得像玻璃一样 一敲就会碎成无数块 零摄氏度是冰水混合物的温度 37摄氏度是人类的正常体温 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最佳温度 是30摄氏度左右 50摄氏度的水不冷不热 喝起来刚刚好 在标准大气压下 水沸腾的温度是100摄氏度 这个温度可以瞬间将皮肤烫伤 500摄氏度可以让铁发出暗红色的光 温度继续上升 铁就会发出黄色的光 当达到1000摄氏度 就会看到刺眼的白色的光 温度达到1538摄氏度的时候 就是铁的熔点 而到了2750摄氏度 铁就会被气化 世界上熔点最高的金属是乌 达到了3380摄氏度 科学家通过对太阳在不同波段 辐射出的电磁波强度进行测量之后 计算出太阳表面的温度 大约在5500摄氏度左右 物体的温度越高 分子和原子的自由度就会越高 当达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从固态变为液态直至气态 太阳中心的温度是2000万摄氏度 这个温度可以让氢变为氦 氦变为碳 氮 氧 温度继续上升 80亿摄氏度 让带电粒子之间的碰撞 产生了两个新的电子 达到200亿摄氏度 原子核内的质子和中子 会挣脱束缚 变成单个的自由粒子 1.9万亿摄氏度 质子和中子的稳定性将不存在 它们会分解为夸克和胶子 当达成这样的粒子时 它们就不可再分 随着温度的升高 物体一步步分解成 组成它们的最基本粒子 这似乎也是宇宙形成的逆向过程 2000万亿摄氏度 在这样的温度下 所有带质量的粒子变得和光子一样 不再受到质量的约束 它们都以光速运行 如果温度继续升高 粒子们也并不会超越光速 但是它们会携带更多的能量 这时如果两个粒子碰撞 就会产生人类未知的其他粒子 或许还会出现新的物理法则 然而这样的温度 距离1.4亿亿亿摄氏度 还差得很远 根据量子力学描述 粒子的运动不能无限大 这代表着温度也不可能无限高 随着温度的不断提升 粒子会一步步被分解 最后成为夸克 而每立方厘米的夸克 其重量达到了400亿吨 当温度达到1.4亿亿亿摄氏度的时候 宇宙的四大基本作用力 强合力 弱合力 电磁力 以及引力便会合并 我们目前的所有物理定律全部失效 宇宙中只存在纯粹的能量 时间和空间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宇宙诞生之初的138亿年前 正是处于这种状态 那人类创造的最高温度是多少呢? 高温也是科学家一直追求的目标 1933年5月27日 在美国等离子物理实验室的 托卡马克核聚变反应堆 科学家通过刀核穿的等离子混合体 制造出5.1亿摄氏度的高温 这比太阳核心的温度高出30倍 2012年 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利用粒子加速器 制造出了4万亿摄氏度的高温 这也是目前人类可以制造的极限温度 温度和宇宙同在 如果人类制造出1.4亿亿亿摄氏度的高温 那么整个宇宙将重启 等同于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宇宙 而现在所处的宇宙也将毁灭 这个温度被称为普朗克温度 也是宇宙最原始的温度 在宇宙大爆炸的一瞬间 温度无限大 之后在10的-44次方秒后 温度降低成1亿亿亿摄氏度 10的-36次方秒 这时的温度大约在1万亿亿亿摄氏度 到了10的-32次方秒 温度降低到1亿亿亿摄氏度 再之后 10的-12次方秒 温度为1亿亿摄氏度 10的-6次方秒 温度是1万亿摄氏度 10的-4次方秒 温度降低到1000亿摄氏度 这个温度和超新星爆炸时 星河的温度是一样的 在宇宙大爆炸发生一秒之后 此时的温度大约在100亿摄氏度 三秒钟之后 温度降低为10亿摄氏度 虽然我们人类没有见过如此的高温 但是 科学家认为 这些高温曾经出现过 宇宙形成之时 一切物质都只是一个起点 这个起点 密度无限大 体积无限小 质量也无限大 在爆炸的瞬间 质量被转化成能量 这些能量中的粒子 在爆炸的瞬间 疯狂地运动 产生了大量的热能 科学家推测的 宇宙最高温度 就是在这个瞬间产生 之后 宇宙便有了各种物质 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宇宙 在现实中 如果温度可以无限制地上升 那科学理论中的 普朗克温度或许是存在的 而这个温度 足以压垮时间和空间 我们目前创造的最高温度 是4万亿摄氏度 距离普朗克温度 还有不小的距离 不过科学家称 不论我们的科技如何发达 都不可能创造出普朗克温度 人类就像宇宙中的尘埃 这么高的能量 是我们掌控不了的 而且 目前人类可观测的宇宙 只有460亿光年 真正的宇宙有多大 我们根本不知道 或许 无限大也说不准 其实我们可以将宇宙中 所有的物质和能量 都收集起来 也不可能创造出普朗克温度 并且 宇宙中还存在各种未知的能量 黑洞 白洞 反物质等等 当我们给一个物质增加能量时 就会创造出一个黑洞 而此时 创造出来的黑洞 会在短时间内 衰变到低能量状态 因此 普朗克温度 或许就是宇宙的极限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